细小病毒狗狗吃什么药 孙嘉诚 职业寿医师 对于患有细小病毒的狗狗来说 只通过吃药 几乎是不可能康复的 同时 目前世界上也没有发明出来 某种能够通过口服治疗细小病毒药物 如果将这一类药物 发明出来 那么就会有很高的知名度 并且会普及在动物医疗上 而目前用于治疗细小病毒的方法 仍然是综合输液疗法 这也是为什么细小病毒 被发现了半个世纪以来 这种传统的输液方法 一直没有被取代的原因之一 虽然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但是事实证明确实有效 并且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办法 因此当狗狗被细小病毒感染时 不要再考虑吃药就能好 因为这样很可能把病情耽误到 无法管于这种情绩 无法管meric的地怀 房坚者 人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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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口